诸位知识 诸位居士 那种放长 今天我们继续来上禅宗永家集 这是永家大师的开示 永家大师针对修行之人 有十个层次的指导 从一开始要立志 我们要求就近道 求无违法 所以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 依法而行 第二叫借交奢 就是把我们过去的习气去除 接下来要禁修三页 所以我们在借交奢奢了之后 要实际上有实践 因为我们一般学的法 好像听起来都是很多一套一套的理论 实际上要怎么做 必须要有实践的方法 否则只是空堂 所以现在就讲 所以要把出的过失去除 那我们从身口意开始来着手 所以第三个部分 我们一直谈静修 清静的修持 那清静的修持 从意 从口 从身 有三个方向 这三个方向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实善业道 就是要有实善业 这个业 要怎样叫做善呢 就是不起恶的 这就是善 所以呢 要求大道之人 必须先从身口意的清静 来修持 我们常常讲 很多人修行 嘴巴讲的是大道理 都是正念心 正念心 可是平常呢 在生活待人接物啊 就没有办法 跟人很好的相处 在身口意上 常常跟人产生冲突 有很多的计较 还有 这个嘴巴呢 也没有办法 用正确的语言 表达自己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一段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前方辩 如果我们要在修行上 有所突破 最简单的 就是在平常的身口意 用这三个来检查 自己有没有 往发心 求大道的方向 一致 所以呢 这个地方 这个勇家大师啊 有特别的 叫我们要进修 好 那这个清静的修持呢 这三页 要怎么来修呢 其实就是在行 住坐卧 四威仪 四威仪啊 就我们要怎么走 坐下来的时候 要一个什么样姿态 什么心态 现在呢 在学法 在上课 那我们的心 是怎么样的专注 那至于 自己的心啊 对于 受持的毅力 要有一种恭敬心 那对于 身边的同学 要互相来扶持 互相提醒 这就是啊 四威仪中 剑刺入道 那平常在生活 如果能够随时检查 自己的亲近 与否 那自然就会剑刺入道 乃至于六根 所对随缘了答 所以先从出的 申口开始 然后呢 接下来就到 六根 就修到 眼耳鼻舌身意 哇 我们都可以啊 随缘了答 就是在行住坐卧 乃至于应对进退 都能够了答 这聊答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到最后呢 就是 静至双吉 就是到吉然无为 吉就是很平静 没有杂念 没有妄念 没有烦恼 这修行最简单的就是 你就是没有起烦恼 就是修得很好 可是呢 我们却常常啊 有这样子的不如意 那样子的不如意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疑难杂症 人跟人相处 常常就是 这观念 不一致 然后要沟通的时候呢 语言啊 就没有办法表达的很适当 人有我职啊 所以只要有人提出对你的意见 哇 你就 就像那个 炸毛的猫 哇 就很防卫心 只要有人提到跟你有关的 你就开始 哦 你要说我什么 你是不是又要骂我了 你是不是又要挑我毛病了 那你自己有做得好吗 诶 所以常常呢 就是在争锋相对当中呢 不能和和 那我们自己就要知道哦 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相处啊 都不能够静置双极呀 那你在生活中的这些烦恼 它就会累积在我们的心里面 变成结 那我们诶 这样也不自在 那样也不舒服 乃至于呢 到处啊 都跟人家结 恶缘 那你是说啊 没关系 我就好好的 学法 把佛法笔记做好 那打坐的时候呢 我很认真 我要求解脱 那你平常呢 跟大众相处啊 就随随便便 散散漫漫 然后结了一个二元之后 你真的呢 要在这个道业上 或者是自己的禅定上 能够下一点功夫 能够有一些成就 其实是不容易的 它就会产生很多的障碍 那我们自己啊 就要知道 哇 原来呢 整个修行 它不是只有取一个时间 而是要能够成片 那这个成片 就从早到晚 在各种情境当中呢 它就会有境界出来 让我们借境而厌心 看看自己 有没有这个智慧 能够现前 所以它目标 是静至双击呀 那这样子呢 才不会违背 我们自己要修行的 这个出发心 所以明呼妙止 你刚开始 刚刚立志的那个志 在往后的路上 它就要一直不断的 去符合它 你才不会呢 好像自己修行 修到最后很茫然 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再怎么走下去 那因为呢 这条路上啊 怎么遇到了这么多的 不同的 没有期待的状况呢 所以呢 这其实啊 就是自然而然 就会有这些状况 只是每一个人的 遇到的境界不同 那你还没上路 你用想象的 你以为这个路上 都没有人 没有车 结果呢 一上路啊 发现 怎么大家 都有 同一个方向 所以 这边呢 就是自己要知道 所有的因缘 都是因为 我们自己要发心修行 所以它会出现 来让我们看看 是不是自己的修行啊 能够聚焦 明呼妙止 所以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有些人呢 就会以为啊 就啊 我是不是因为 在这个道场啊 在这个团体啊 或者跟着这个师傅啊 或者是在这个环境啊 才会遇到这种事情 好 那我只要遇到问题啊 换个环境就好 换个师傅就好 换个团体就好 那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所有遇到的情境 都是跟自己的心息息相关 我们要修的法门 就在每天每天发生的事情上 有些看起来好像不是自己惹来的 自己要的 是别人诉诸于给我们的境界 给我们的 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因缘啊 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同 那你同一个地方啊 有的人成就 有的人不会成就 那你自己就要知道 那我要怎么样来在这里呢 可以能够修成功 修行要修成功 那进修 身孔意三页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这边呢 我们就特别来继续再来谈 好 进修三页 上次呢 讲到观察这个深夜 是所有的苦之本 那如果能够了解了之后呢 那就要开始啊 在行住坐卧当中啊 要记得自己不要陷入一种执着 好 所以呢 就讲深自思维 行住坐卧 思维一中 简设三千 无令漏失 好 这个三千呢 就是三种过失 好 有没有杀生啊 有没有偷盗啊 有没有淫欲 有没有犯了 这个三个过失 好 所以我们自己就要去注意这件事情 好 那在这个过失出现的时候呢 要能够怎样 知道他是过失 然后就改进 就 那怎样改进 就不起过失 好 我已经犯了 就偷盗了 哇 怎么办 那要不起过失 下次不可以再犯了 那也许有时候是有心犯 有时候是无心犯 那有心无心呢 都是犯嘛 那无心犯呢 就要忏悔 有心犯也要忏悔 所以忏悔啊 不是嘴巴说说 也不是在那个地方说 我磕头 我忏悔 我就是把我杀了吧 处罚我吧 这都不是真的忏悔 而是呢 忏其前千 悔其后过 我过去因为不知道嘛 不懂嘛 那现在呢 被纠正了 被指导了 那通常呢 一般人呢 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过失啊 我没有错啊 可是呢 你可能在这个戒律上啊 是因为不明白 或者是呢 自己没有很注意啊 那怎么办 如果呢 得到被纠矩了 被指导了 也就不可以翻脸啊 是不是有时候呢 我们的升职啊 在指导大众 啊这师兄 你的衣没搭好哦 你的衣服没有穿好哦 那我要帮助你啊 协助你 一般人是看不到自己 这个衣没有搭好啊 这个衣服翻出来了啊 那怎么办 一般呢 我们通常就是 分成两个 第一个 就是你看到别人有过失 那你要用什么方式 来提醒对方 你也有的人啊 在团体里面啊 他就是专门在看别人 有没有问题 那他不是 他不是升职啊 那不是升职 然后呢 做什么 他就每天就看 这师兄 走路歪歪的 那个师兄怎么样 这是很好的 好心 那好心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要看 怎么去 提醒对方 才能够让对方 接受 我们的心 是好心嘛 那 但是方式呢 方式自己就要去思维 你要用什么好的方式 来表达 所以这是第一个哦 那第二个呢 你被纠矩的人啊 被指导的人 那有时候我们会说 你这个衣服美好 来我帮你穿好 然后呢 我们的习气啊 就是回去把人家的衣服抓 抓起来 然后呢 就在那个地方啊 都摸摸 行摸摸 好 那因为以前呢 师父也常常会这样子哦 那我们这个师兄弟啊 都很好心 他就看到啊 你的衣服没弄好 哦 他就身体就就摸过来了 哦 就我们会害怕 一般呢 这个出家师父啊 是两身不相处 这身体不要接触 不要触摸 可是呢 有的人啊 哎呀 他就跟你感情好啊 有的居士也是这样啊 他喜欢师父啊 哦 他就跑过来哦 就在那边 抓你的衣服 都摸摸戏摸摸 那你自己是当事人 你会吓得一跳 因为这个是 一个维系的执着 维系的贪念 我们喜欢呢 跟人很近的时候 就靠得很近 喜欢跟他的 这个含情默默的四眼相对 然后呢 或者是呢 哎这个手啊 就要靠一下 牵一下 然后甚至于呢 有的觉得啊 我们两个是好兄弟啊 就还抱一下 勾肩搭背 这样 那事实上呢 这个其实是 我们自己的一个习气 在世间 就会用这种方式来 让彼此拉近距离 好 可是呢 如果要修行啊 要保持深夜的清静啊 那大家又要保持 安全的距离 好 所以遇到了 有人真的是好心啊 他要帮你整理衣服 他就直接 我就在那个地方啊 就拉了你的衣服 帮你整理好 就好像呢 一般呢 在家里面一样啊 所以我看到你 没有穿好衣服 来过来过来 我帮你弄好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 听起来很自然哦 小事嘛 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那就是我们 自己要去思考的 在这个工作当中呢 我们有没有表达出 我们自己修行的气质 那出家师傅啊 这是威仪祥续 是威仪嘛 行住坐卧 那你如果看到有人 啊这衣服是这样的时候 怎么办 所以要记得 就在这个维系当中啊 你怎样都不要出手 怎样都不要出手 那自己去处理 让师兄自己去处理 但是你提醒他 那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一个小事 用小事来做比喻 比较不会那么的受伤 那有的人呢 就是小事啊 就觉得 啊这没什么啦 我只是好心啊 那同样的呢 你大事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 这没什么啊 这对我来讲 我就是好心 所以在指导别人呢 提醒别人的时候啊 就从这个小事里面 你就可以去练习 用正确的方法 来提醒他人 来互相提醒 然后被提醒的人呢 你也不可以就很生气 就说啊 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的衣服 我就是爱这样子翻开怎么样 那所以呢 这就是啊 我们自己被检讨的时候啊 这只是小事 你被人家讲了就不开心 那大事怎么办呢 就更糟糕了 所以呢 从小事的示威仪当中呢 我们就开始习惯来自我检查 检查 收射 这三种过失 小小的过失 只要起小小的心念 你就要特别的注意 好 否则呢 我们每天啊 就起这个维系的烦恼 从早到晚 就是维系的烦恼 到最后呢 就像这个 好 水缸啊 里面装满了水 可是呢 只有一条小小的裂缝 它只有每天滴一滴而已啊 没有什么啊 可是呢 这个就是有漏嘛 那我们自己修行啊 如果修了这么的多的法 结果呢 通通都漏掉 不是很可惜吗 所以无令漏失 从小事来练习 好 但是呢 在僧团里面呢 有一个 非常不成文的规定 也是一个大众都要遵守的规定 就是我们要尊重执事 在僧团有执事的负责人 那这个执事 就是要承担 我们的执事是轮流的 每一个人都要练习领众 好 那我今天作为轮到领众的人呢 做领众者 就要有一种慈悲 就是要射受大众 要思考大众的行住坐卧 自威仪 大众的修行 领众啊 在道场当中 他不是做官 不是做威做福 而是呢 我坐站在这个位置 就譬如说 我们今天在做早课 那谁可以走来走去呢 所有的人都不可以走来走去 但是呢 升职就可以走来走去 奸乡就可以走来走去 那他为什么走来走去 他不是因为自己 我坐不住啊 我站不了啊 不是 是要寻堂 来走来走去的 来看看大家 有没有在打瞌睡的啊 有没有呢 坐姿不良的啊 或者是有没有在打妄想的啊 有没有人在那个地方 在扰众的啊 那他这个时候呢 就是可以 因为职务的关系 所以出来呢 寻堂来看看 让大众的修行啊 可以更专注 可以更多的安心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能说 哎呀 我就想要打坐啊 我都不想管 那个出来呢 管这个 管那个 得罪人不好 那这个就表示呢 你没有负责 做这个执事 那你是做执事的人 你就要有勇敢的去承担 那你要承担这个工作啊 当然 谁喜欢去做纠正别人的人啊 可是因为你是做这个执事 你是对执事负责 也是来帮助大众 这个道场的安定 就像这个韦陀 切兰 韦陀切兰 菩萨啊 你看到这韦陀啊 他穿一个将军服 拿着这个保存 那你要对他来讲 也许有的人呢 做这个韦陀啊 有的人就会害怕说 哎呦 这个人好凶哦 可是呢 韦陀可以说 韦陀菩萨可以说 哎呀 这个怎么办啊 这样我形象不好 我想要去做观世音菩萨 比较多人喜欢 那你不要每次都叫我拿着这个保存在这个地方啊 人家看了就怕 可是你站在门口啊 你要做的就是这个 震慑道场的形象啊 那你就不能在那边挑说 我不要穿这一件 这一件呢 好笨重哦 那这个衣服 这么看起来呢 好像没有像观世音菩萨那么庄严 那你如果是这样就表示 你并不是在做直视 而是你在做自己 而是你在做自己啊 所以呢 反对到底 是不是 你说你有比我会做吗 我以前做直视的时候 我都怎样怎样怎样 你呀 这个做这个 做成这个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呢 你的心啊 就没有办法修行啊 因为直视会换来换去啊 那我们以前呢 那个道场很大 人很多 常常呢 就轮流 那有时候啊 做生职啊 做监院啊 做直客啊 就轮流做不同的直视 那有时候呢 我们就会听到 有的人会讲说 哎呀 现在那个年轻人啊 做直视啊 耀武扬威 那什么态度啊 那哎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说法呢 那表示啊 你自己心里面 是没有办法降服 没有办法降服 你带着社会的习气啊 就来这个地方啊 那来到道场呢 我们要放下 社会上的习气 只要谁啊 做到高官啊 那下面的人就说风凉话 那这是 你这个就叫习气 或者是呢 就在那个地方批评 看人家不顺眼 那我们自己要知道啊 如果有一天 我们做了这个直视 我们怎么办 那也是啊 没有办法处处都周全 所以你要爱护这个道场 爱护你自己修行的环境 就是你做直视的时候呢 你认真负责 你不做直视 被领中的时候呢 就能够怎样 作为直视 同一个角度 不要对立 而是同一个角度 道场是大家的 大家要一起共同爱护他 维护他 而不是呢 哎呀 我没有领这个直视 跟我无关 那就 即使呢 这个事情就已经摆在眼前了 你也会说 反正这是升职的事情 这是学长的事情 这是知课的事情 这不是我的事情 那你的心呢 就自我设限了 因此呢 我们就在讲这个 进修生业这件事情啊 从这里去谈 我们要怎么样 来让自己的道业 可以成就呢 就是在行住坐卧当中 去除这个我直我慢 那领直视 或者是被领众的呢 大家彼此之间啊 互相尊重 共同维护 每一个人的道业 那这样子呢 我们的声 口意 就会越来越清净 好 所以呢 这是 声业 那最后呢 做事观食 不以恶求 而养生命啊 什么意思 不要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那我们常为了身体的健康啊 乃至于要为了要身体 要庄严啊 那结果呢 我们做什么 什么叫恶求啊 其实一般人啊 他的恶求很多 每天就是要涂那个口腹之欲啊 你看 这小孩子啊 要长大 家里面的长辈啊 怎么养小孩 那就是给他吃营养的嘛 那什么叫营养的呢 你只要呢 去观察一般人所认为的营养 几乎都是恶求 就是要杀生 要吃鱼 才会补充 这个健康 头脑聪明 或者是呢 要吃肉 才会长高 要喝牛奶 才会这个强壮 全部呢 通通都是山珍海味 那现在的人 因为什么生活条件很好 所以呢 要取得这一些食物 都非常方便 那到最后呢 我们其实为了养生命啊 就造了很多的沙叶 从小就开始造沙叶 造到大了 有的人呢 每天都是吃这个 麦当劳 吃素食 或者是呢 吃这个 这个基因改造的食物 有很多的食品 有很多的零食 也有很多的 这个生活 可以使用的东西啊 那就到最后呢 自己的身体啊 现在年轻人 就已经身体败坏 那除了生活习惯的不良之外 最重要的是因为 我们自己的 应食习惯不佳 那这里面呢 就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自己身体健康嘛 可是呢 我们却用错误的方式 来养生命 所以这叫做恶求 那恶求的结果呢 那当然自食恶果 因此做这个正观之时啊 我们要怎么样来 接受这一切的供养呢 因自观生 如毒舌相 为治病故 受于四世 所以行住坐卧啊 都要有威仪 同样的 我们要接受四世供养 四世供养 叫衣服 饮食 卧具 汤药 所以在生团里面呢 我们就去注意 这个四世之时啊 我们接受的供养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要治 我们的身体的病 现在身体啊 受伤 怎么样受伤 夜报而受伤 都是受伤 都有病 那每一个人 这个四大甲合的体 身体 一定啊 怎样 就体弱多病嘛 那我们只要有夜啊 就一定就是 有这种障碍 那身体呢 没有吃也不行 吃太多也不行 吃的太营养 好像也不行 吃的营养不良 也是不行 所以呢 这个身体啊 每天就是 好像生病一样 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呢 进食的时候 接受供养的时候 或者是呢 你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 这一切都是大众不持的嘛 那你就想 这个是为了要治病 而接受的 所以我们在 摘坛啊 要吃饭之前呢 就要念 十存五官 要有五官 五种官形 五种观念 啊 寄功多少量比来处 啊 不管是 自己 现在 是什么身份 我们在生团里面呢 就接受大众的供养 你看 这生团 就是平等 不管你是大执事 小执事 每一个人呢 都是怎样 都可以吃饭 你就随自己的食量而吃嘛 但是呢 在吃的时候啊 你自己就要去想啊 我今天呢 寄功多少量比来处啊 来的这个来源呢 是不容易的 都是大众的护持 那大家的护持呢 其实是很辛苦的 怎么样辛苦 不管是 在种菜的 种稻米的 或者是呢 生产线的 每一个环节呢 这个社会当中啊 给我们太多 这整个社会 整个大众啊 的环环相扣 这个产物链当中呢 生产链 每一个 都是必须的 才会成就 现在眼前的这一碗饭 那我们自己就要去想啊 哎呀 我今天得到了这个 的确呢 是得之于大众 大家的努力 你才有办法呢 坐在这个地方 因为一般人呢 就会觉得 因为我有钱啊 我去买的啊 可是呢 为什么出家修行啊 他不要用钱去买呢 佛陀呢 他教我们不要有财产啊 为什么 就是要让我们 不要有这种傲慢之心啊 今天我们是去脱坡 那你想想看哦 以前佛陀的弟子里面 很多是出身贵族的啊 一出一出生呢 就是含着金汤匙 那所有的食物 或者是饮食 或者是生活 起居 通通有人服侍耶 那每个人 就是爱出身呢 就是被服侍的啊 被照顾的啊 那你现在出家了之后呢 哇 这个八个王子出家嘛 我出家之后 我怎么要去 还要自己走路 还要自己去张罗 还要自己去脱坡 以前呢 高高在上啊 现在呢 你自己想想看了 如果我们是佛陀 那个时代的弟子 那你受得了苦吗 有些人呢 说不会啊 这个我也有脱坡啊 我们去受戒的时候 我们也有去脱坡 那是一天啊 一天你就还可以吧 要不然你试试看 你要不要今天呢 中午吃饭 那没有饭吃啊 大家呢 通通都去台东的街上 走路去 去台东街上 你去站在那边看看 你去站一天看看 然后隔天就跑光光了 为什么 哎呀 师傅这很丢脸呢 我不好意思 人家都看来看去 是不是 那你们站在台北街头 站在那边脱坡 一天看看 那 这个不好吧 那师傅这样太辛苦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自己就要知道呢 那常住啊 给大众一个方便 你都不用担心这些事 还可以早上呢 在这个地方啊 听佛法 记笔记 那中午呢 哎 只要走下去啊 就看到 已经有饭吃了 还可以说 今天吃什么啊 那怎么还是这四种菜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们如果啊 自己不能够感恩 现在每天的受用 只是要我们念一下 五官记 只是念一下呢 感恩一下 连起这个感恩之念 都嫌麻烦 那你自己就要好好反省 我们凭什么 是不是 所以呢 第二啊 这个量比来处之后呢 自己就要问 存己得恨 全缺应供 是不是 具足呢 我们常住没有要求 大家都要去种田 就要去赚钱 那只有要求大家 在道业上啊 要用功 功课要做好 从早到晚 就只有做这个 做功课 做五堂功课 那如果连这样子呢 都觉得 哎 算了 我觉得很无聊 我觉得这个 很没有意思 听这个佛法 不知道在听什么的 那如果是这样呢 那你真的是啊 很不懂的习福 所以呢 要 如果我们今天 接受这个 世事供养的时候 自己的心 就要起 感恩之心 然后起 惭愧之心 那佛陀设立这个 让大众来 护持生团 一方面呢 就是 让大家呢 可以心无旁骛 可以专心修行 第二个呢 就要放下 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这个傲慢之心 所以有的人呢 就会觉得 哎呀 我不要修行 我不要出家了 我要修行 但是我不要出家 因为出家之后呢 就要被管东管西啊 就要遵守规矩啊 那我呢 在家呢 因为都是自己赚来的 所以呢 这些都是我用的 都是我可以 想要怎么用 就怎么用 我爱买什么 就买什么 我要去哪里 就去哪里 那看起来 好像很自在 其实呢 其实 怎样 你只是暂时的自在而已 因为生死之事未了啊 你到时候 你想要去哪里 你再怎么样 就是在这颗球上 跑来跑去 一点都不自在 你想要吃什么呢 都好像看起来都可以啊 其实啊 我们呢 不管吃什么 也就是一肚子 你再怎么样好吃 他也是只是 在掌养自己的 生命的其中一部分 最终呢 你这个身还是要败坏啊 你的生命还是要消逝啊 那你的身心败坏之前 如果没有做一点解脱之事 你到最后呢 其实只是暂时的 好像自在 最后你还是不得自在的 因此的修行啊 就是要能够怎样 把握每天的因缘 让自己能够断除烦恼 能够呢 真的解脱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在这个阶段 要用这种惭愧之心 倒夜未成 那我怎么办呢 我很着急啊 可是身体又必须要吃饭 又必须要穿衣 又必须要接受这些供养 所以怀着惭愧心 来接受大众的护持 那大众呢 如果知道啊 法师们 都是这样子很惭愧 然后很感恩的 接受这个四世供养啊 而且其他时间呢 都非常的精进 非常用功 那所有的大众啊 在护持的时候 就很欢喜啊 因为他就是要成就 大众的道夜 才会来护持僧团的 所有四世嘛 所以这个就是啊 施者受者都聚获无常 就会有成就大众的 这个每一个人的福跟慧 所以这是为治病故 受于四世啊 身着衣服 如果拥仓 口餐滋味 如病服药 洁生 减口 不生 奢态 就是很简单的生活 其实生团里面呢 所有的生活都很简单 衣服也是啊 出家了之后呢 每一个人就是两三套 能够穿就好 穿到破了再补 补了呢 除非呢 这整个都没办法再穿 破烂不堪 补了之后呢 就还可以穿很久 所以现在的衣服啊 一般人的家里 你不管是怎么简单呢 你总是会有很多衣服 那出家人呢 你出家之后你会发现 这没什么好穿的 就是穿来穿去 就是那个两三件 夏天的 冬天的 然后呢 一个小小的箱子 就可以装够了 就够装了 你都不需要两个衣柜 一个房间 还要有什么衣帽间 为什么 因为在世间呢 这衣服啊 就是多得不得了 那你还有各种不同情境穿的啊 运动的时候 休闲的时候 上班的时候 宴会的时候 旅行的时候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 时候啊 春天一种 夏天一种 秋天一种 冬天一种 然后呢 现在的流行什么 也去穿一件 那这个就是啊 一般人的生活 他就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就在衣服上呢 想一些花招 然后让自己呢 看起来好看一点 有一点身份 但是呢 出家了之后呢 你不管是什么身份啊 你是贵族也好 你是乞丐也好 都穿一样的 就是份扫衣 所以有的人呢 他会问 师父你们那个身团的衣服啊 为什么出家人的衣服 会不一样呢 怎么会有什么 黄色的啊 灰色的啊 咖啡色的啊 那基本上 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就是三衣 五衣 七衣 九衣 那我们现在穿的这个长袍 就是叫做长衫 那这个长衫呢 是因为在 在中国 来到中国之后 中国这个环境啊 是比较冷 所以呢 就不能够像 佛陀那个时候啊 偏袒右肩 那而且 第一个是这样啊 要穿衣服 是保暖用的嘛 第二个呢 就是 中国是礼仪之邦啊 所以 从以前到现在啊 我们穿的衣服 都要包得紧紧的 就是不要随便露出 自己的肢体 露出你的肩膀 露出你的什么 背 穿露背装 或者是呢 有的还露肚脊 有的呢 还会露骨钩 还露大长腿 或者是呢 露出自己的脚丫子 那你就会看哦 法师们呢 穿的衣服 哇 从头包到脚 通通都密封的啊 那有的刚出家呢 就不习惯 他就觉得哇 一直穿着袜子哦 感觉好像自己快要得香港脚了 那事实上呢 其实那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以前啊 就是弹胸肉背习惯了 现在呢 突然要穿上这个衣服啊 突然穿上这个袜子啊 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 好像不透气 没有那么复杂 也没有那么恐怖啊 那你的身体啊 本身啊 基本上不会有这个过失 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呢 因为在这个啊 这个社会当中呢 这样子的穿着打扮 就叫做正装啊 就是正式的服装 古时候呢 人的身份 就是由他的衣服来决定的 好 那我们出家人穿的这个衣服 是什么时候穿呢 是在做祭拜的时候 做礼仪的时候 穿的衣服 叫海青 这是我们在祭祀的时候 穿的衣服 这种场合就是什么 正式的场合 他就不是居家 居家可能有的 连衣服都没有在穿的 为什么 这衣服难得啊 好不容易你在外面呢 有一件好看的 体面的衣服 你在家呢 你就不可以穿着这个 这个会弄坏 那你看 你看那个古装剧呢 他们在家也都是穿这样的衣服 那是因为他的演戏啊 那不是真的在家啊 所以你看那演戏的时候 连睡觉都穿那一件啊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平常呢 在行住坐卧生活当中啊 因为修行人 他的生活已经没有居家生活 你即使在卧房 在房间里面 你也会保持着位移啊 你不是说啊 我回到房间 我就翘着我的二郎腿 就衣服脱光光 那就表示呢 你没有完全的转换自己的角色 那出房门啊 你自己在家呢 你可能家里面呢 你如果说 师父随时要去看你 你一定会说 不行不行不行 我现在衣衫不整 对不对 那如果呢 你要到道场 你就会 我今天要穿个禅修服啊 我要穿 戴个海青 我要准备要做法会 我要来禅修 我要有一个制服嘛 所以呢 出家了之后呢 也是这样子 出家了 随时都在出家 他不是上班制的哦 他不是早上八点 我们穿上出家服 然后来打卡 我在做出家人一整天 那个叫做上班 可是呢 我们不是上班 我们是身份的转变 所以变成 这件衣服就变成 日常生活当中呢 每天每天每天 不管是穿 在做什么 通通都是穿一样的 一件就够了 是不是 里面有短挂 那外面有长衫 这个长衫呢 是我们在平常啊 在上课也好 或者是呢 平常的行住坐卧也好呢 尽量就穿 都穿着 这是我们的衣服嘛 代表我们的身份 那除非呢 你要去惯喜啦 你总不能又穿着这个长衫跑去惯喜 那你就要换一下 就是要脱掉嘛 然后再来呢 你要出坡 你要去做打扫的工作 你又穿着长衫呢 有时候会染 会污 污汇 或者是弄坏 所以呢 就要换一下 出坡的时候 要把它卸下来 那你如果是做早课呢 做晚课 你不只是要穿长衫啊 你还要穿海情 还要搭衣 因为你要做的是一个特殊的法会 那这个就是不同的时间呢 你会有不同的衣着 但是呢 它不代表阶级 然后不是说 今天呢 我现在是大和尚 所以我来给他穿一个黄衣服 不是 它不是代表阶级 它只是代表不同的场合 你要进行不同的活动 要有一个表法 这样子 所以呢 对所有的师傅来讲 他不会因为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而知道你是什么阶级 其实不是 但是有很多人呢 他为了要让别人觉得他是有阶级的和尚 所以他会改变他的衣服的颜色 要让一般人来认识 哦 这是一个师傅 然后他是住持 他是什么 他是有身份 有阶级 他就是用社会的这一套来论断 那事实上呢 是平等的 每一个出家师傅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啦 好 那这叫身着衣服 就只是呢 要包裹衣服 包裹身体而已啦 我这个身体啊 不要让他裸露出来 那事实上的身体 我们在前面讲过 这个色身呢 就是一个庸仓嘛 就是一个皮 假皮里面装的就是粪尿啊 那这些呢 只是暂时的一个 一个色身 可以让我们可以方便修行 好 那没有办法呢 必须要让他有一个基本可以用 怎样可以用 就是他不要败坏的太快 所以要吃饭啊 然后你要清洁 不要感染病菌 一生都是病 所以呢 就是要保持他的干净 保持他的这个整洁 那这个叫做洁身 减口啊 我们在吃饭呢 就是简单就好 刚刚好就好 啊 甚至于呢 有时候啊 有一些讲究 有的很讲究啊 一定要烹调 哦 要加这个 要加那个 要调味 但事实上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会败坏 常常也就是因为 太多的这种调味 太多的这种复杂的烹调方法 是又卤又炸又煎 煎煮炒炸 然后还要炖 哇 这个各种很复杂 所以出家呢 很简单 就是熟就好 所以你就轮到大辽啊 你不要说 师傅啊 我都不会煮饭 我以前在家都没有什么煮饭 那没有关系啊 今天我们在生团里面 大家都有共识 就是简单就好 你的时间啊 不要花在 这个在那个地方 研究怎么样煮得更好吃 那个是厨师的工作 以后我们请让厨师来做 来做餐厅就好了 那出家师傅呢 还是吃简单的 长久下来啊 我们最喜欢吃什么 天然的 简单的 无毒的 好 那这样子呢 自然你在取之于大地的一切 你自己的身体就会健康 所以呢 也很欢迎大家呢 能够到台东 我们的财修中心 去体验一下 什么叫做出茶淡饭 那这样子呢 你经过了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一年两年三年啊 你真的很奇怪哦 好像也没做什么事情啊 就是这样每天过生活 你的身体就会健康起来了 就知道啊 我们呢 还没有在寺庙生活的人 平常的生活 文明生活 有多么的不健康 所以呢 这里就是什么 不生生态 不求身体的舒服 但是呢 我们基本上呢 就过着这个生活 可以过就好 就反而不求之后呢 反而很自在 所以这是对于生的一种修行方法 简单就好 越简单越好 然后呢 时间做什么呢 文说少欲 生的修行 佛陀的时代呢 有一种修行法 叫做投陀 这投陀呢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 减少到最少最少的需求 投陀之物啊 随身 就是非常的少 就是十几样 基本的 那其他呢 他就身无障物 叫做投陀 就是我们有多余的这些东西啊 我们自己要检查一下 自己的身带啊 身带里面有什么 好像有的人 是百宝箱 你说哎呀我头痛 他马上从身带里面拿出一瓶精油 然后呢 哎 我想要做什么 哎 他就马上里面就拿出一个什么 哦 他那个袋子里面很多东西 那这些东西都是必要的吗 其实也没有那么必要啦 因为我们自己啊 在生活当中呢 就是很简单 有就用 啊没有呢 不用也没关系 那这样子你慢慢的 你在现代当中呢 也可以过投陀行 因为投陀的精神 不是在东西 没有 是在他少欲 他没有欲望 而不是有没有东西啦 所以你在生活很富裕的环境啊 你还是可以修投陀行 你就减少欲望 善知止足 就是只要够就好了 那你东西那么多做什么 那就贪心啊 那有时候呢 我们有一种 很奇妙的贪心 那个什么贪心 就是如果大家都有的时候 我也要 我也要 那我也要这件事情呢 你为什么要 你有需要吗 没有啊 可是常住说 大家都可以有啊 那我也来一份这样 这个就是 你到底有没有需要 没有耶 那你为什么拿 他说 因为共众啊 不拿白不拿 所以呢 我们自己就要知道哦 就是够就好 甚至于有时候 没有 也没什么影响 那为什么一定要有呢 所以生活必须平啊 当然就每个人都要有 而且呢 你也不要不好意思 我们在中午在吃饭啊 我每次都要 每餐都要吃三碗 你就不要不好意思 你说哎呀 没有啦 你看大家 我对面那个只有吃半碗 我怎么好意思 再去添 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要担心 你每个人的饭量都不一样啊 所以以前佛陀的波啊 叫做硬量器 有的人呢 就是拿很大很大的波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 他的食量就是这么大啊 所以他的这个波啊 的量体就要大啊 那以前呢 我们来吃饭的时候啊 有时候我会去看到 那个小沙咪咪 你看小沙咪咪 他们的碗 哦 根本就是一个肥皂盒 哦 这么小 我说你吃这个可以吗 他说 啊我就只有吃这样 然后每天呢 就吃得很痛苦 爱吃饭 有的小孩子哦 吃饭很痛苦啊 他就好像 没有办法吃得很开心哦 看这个也不想吃 看那个也不想吃 然后吃得很痛苦 就吃那个两口这样 然后吃两口就可以吃个十分钟 还吃不 还没有办法 一口哦 又咬在嘴巴 吃很久 那如果在家哦 这个小孩子 大概就是每天就是被打 可是出家呢 哦 就看那个很可怜哦 那个谁很可怜 他的教授师很可怜哦 他带着这个一群小沙咪 小沙咪咪 沙咪呢哦 每个都吃得很大一碗哦 沙咪咪呢 就有的人吃这一口 有的就正常哦 然后呢 遇到一个两个哦 那个这个在那边 每天就在那边吞不下去的 啊 你就看啊 每天在那边闹脾气 那是最可怜的 就是这个啊 要怎么样鼓励他们 让他们可以吃完 这件事情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 怎么样没有办法 就是他根本不懂 什么叫做出家嘛 所以为什么后来啊 是这个师父就指示 这小孩子啊 不要来出家 小孩子来出家 他就不懂这种修行的意义啊 那怎么办 那在这心里面 就不会在那个道业上 想要认真 那生活好像也没有办法 很认真的去知道 这一些意义是什么 所以头头行啊 其实你要知道 子跟足 那这个人呢 就可以入圣贤之道 贤圣之道 而不是 我今天呢 都要过什么生活 过这个 舒服的生活 我才要来修行 或者是 要过不舒服的生活 我才觉得自己有修行 其实都不是 重点不是 所以刚才所说的呢 硬量器就是 你要硬你自己的量 硬你自己的量 那平常除了这个 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外呢 其他你就要知道 有的是欲望哦 你喜欢我的房间 要很庄严 那你为了这个庄严呢 就买东西 这个也买 那个也买 买了一大堆 那要做什么 那个叫做欲望 所以 这道场就很简单 都没有需要多买什么 有需要再买 你不是还没开始 你就买一大堆 哦 这都是我要庄严的 这你就违背你的欲 违背你的少欲偷脱 好 那有时候呢 自己是想要 是多欲之人 还是少欲之人 自己就要去观察 那个起心动念 有时候呢 我们自己是一种贪心 所以这个贪心的结果呢 就造成很多的麻烦 很多的烦恼 没有办法入贤圣之道